大家好,我是蓝燕,欢迎收看蓝燕结束三国三国战 我们半夜来看视频,半夜就半夜吧 半夜有时候可能一到周末我自己也按完两盘 因为一完就忘了时间 多说吧 然后我们第一吧,肯定无脑血灯爱和国家呢 然后这手机卡刷的,刷的没谁呢 这三个套,如果说国家手中有三个套 你还不满意的话,那就没有双牌 可以练,足够,足够用了 不凑组合,还是大发神威了 那有一个,有一个二十年之后,再换了吗 打死一个,打残一个 看上去好像不是魏国 草红叶色,开始召唤 都是召唤的,寻寻和虚处也是没法 那样,如果量了的话,你说你量的话 肯定肯定是招打,这看来是仇位 我就是我不知道,不知道其他为什么是属,如果你不是属,你完全没得去採寻 都是仇位,而又阴和张飞那么多牌不可怕吗 你们就去数一下人头,觉得两个数队,两个,嗯,两位谁更有优势 然后咱们给那张牌给炒红,给那两张装备给炒红,行吧 反正炒红还砍,砍就砍了 咱们,给那张闪,给那个吧,给那张闪,给虚运,你的虚运打 看能不能搞死,搞不死的话,还行,还好,还好,这 是铁锁,然后去火了,不行,我上去的,你可以先去火,嗯,在火光下能能 再刷一刀吗,没有,没有,给咱们炒红和炒红,来,昨天不哭,来,黄中和渭炎,可以理解 我现在怎么要被放我现在那就抢杀吧 怎么想叫他 砍国家 来对就是就是虚了 趁着 趁着 无言不知道在干嘛 你趁着朝人方面不算 我们也是封杀 把自己都捆起来 有点狠啊 我只能说有点狠 一代老板 桃子又来了 然后直接尸杀 咱们去看卫园去了 看卫园去看卫园吧 先收个人头 看能不能等一下再收 然后九杀 怎么不九杀也行 可以留一轮 嗯 眼前还不亮 都被打得没成人样了 我觉得咱们吃塔 就要吃得有点快 还原以后 咳咳咳 还原以后 这杯 拿了一把神器 我无心吧 能够抗一轮 失一轮了 结果这还原以后张飞烧太烂了 刚觉得他哪里把神器 有可能 会大杀四方 想到你是这一套运营 砍吧 还能不能砍死 这个九杀 毒八卦 毒八 毒这么数量也没有 原来是胖德 胖德你没必要打魏国打那么狠 这还好是魏国挺过 我可以不 魏国扛不住 就赢了 但魏太强了 魏太强了 好吧 黎晓 黎玉 这胖德这个 这个 这个之前关系是有问题的 魏国哪里强了 如果没有国家 没有国家的单案 对面两个问 真打 真的有点打不过 打不过 黄云英和张飞 这家刘备 如果 如果据说 怎么把国家去除 两个蜀国连带 两个魏国连带 我许是两个蜀国的 胜伤更大 打到这个程度 然后给 这里黄云英 哪怕拿个负二的武器 也 杀不到寻言 就说 拿个解银马 也杀不到寻言 只能去杀 潮红吧 不要以为 看着能够杀到国家 杀不到的 潮红也不是 白色 来吧 把你的刀 只需要一张杀 就可以解决他了 果然 打到最后 还是为我能够扛 撞 嗯 潮红的连带 肯定是立功了 但这里最大的半屁肯 肯定是黄中啊 我们肯定是黄中和魏妍 杀国家干嘛 嗯 你杀国家 你还真不如去杀那个 还真不如去杀 去杀潮人和潮红 咱们这个属于没信仰 两个逃度人了 最后还伸手 怎么只留一个桃 嗯 当然这个手牌 比那个手牌 稍微略好一点 就是有无限 有桃刺 针钝开那门 怎么敢不敢亮 看能亮不亮 亮了 然后 看一下针机怎么打 针机 我的铁锁 超后捆 无限 怎么就没变法 没变法无限了 嗯 我杀没杀中 我应该是 然后又原来不是月轻 是袁绍 没公主了 哎 来 来 雷国家啊 怎么给一把刀 给整机自己 闪吧 哦 还没办法 老板 然后怎么就不要给整机了 这整机有可能要保不住呢 我就不给整机了 我就保不住了 自己你就死在里面 就死了就死了 我千万不要出唐巨咎了 一定要看清楚形势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升级不是 不是 施马那种还能够有防御 就直接打 宇宙 宇宙 宇宙家呢 宇宙无敌的家 嗯 看来 看来看看来是不会让我称心如意呢 如此啊 怎么怎么重启啊 一击可轻了 电脑差距是这种效果 弄到最后 弄到最后 突然给你来一下 当正当你一盘游戏 玩到兴起的时候 突然给你来个掉线 回来之后 发现你 不组合为赢了 掉线回来之后 发现自己 自己居然跪了 那种心情就相当于 你感觉去把电脑砸了 嗯 没法 就只能 从头再看吧 从头再看的话 嗯 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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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在乎 在乎了几分钟呢 怎么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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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 扯两句蛋啊 嗯 嗯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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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我们 现在 这 如果 少量 我不知道 增加另外一个叫什么 你少量 你刚才是酸量 得呢 那你说还有什么常的 那不是你很困难 你也怎么搞你 其实是说真机 说的怎么 好了 保雷是白打 不如你自己活着 什么都不重要 这个你要说 成为国的罪 怎么给一张 给一张给周泰的 稍微拉拢一下 我觉得给周泰 可能不如给旁统比较实战 你旁统的话 不会把旁统也天都拿了 看你给孙权 孙权一把给你制衡了 你这就瞎瞎的没法了 而且孙权也不太治愈 也不会 我也是孙权我也不可能在台不易出的时候拿着锅盒拆拳去拆裙 这个时候 并没有 进入一个什么 看咱们怎么打吧 咱们这个时候 够狠了 酒 杀那个 带上属性杀直接去杀碉产了 反正咱们桃子多 带过这一波卖鞋 接近单挑 反正咱们有灯爱和固枪 这个也是属于和他们 属于活命的打法 让谁能扛得顾身 算了八卦的八卦 他们待会在那边漏不试索 先找他决定 火光 他们 至少打了两局吧 然后 冰住 我漏住 然后我们多留伞 不要留伞了 那不行 我觉得可以把张八舌猫给留着 孙权和周 他也是真男人 之所以说是真男人 太狠了 咱们裸摸的顺 那就顺了 打后期张八 张八 这些张八什么的优势 你不要以为 你有很多那个 当然 这里怎么的优势 是说在于 你的孙权 那时候咱们基本属于 啊 我们能够囤铁 你有牌我们就给你捞 你存不了牌 孙权作为需要手牌的武器 没法 就没办法 别人打 全球 个人比强 但你配个周太 还不如周瑜 周太 还进入部区 进入部区最糟的状态 我觉得最最强的 我们这五国 进入部区 撞了那就只要深测了 咱们的 咱们的江东小霸王 深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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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周太 是非常强的 尤其是进入部区之后 那肯定比僵尸好 比大僵尸好也好 小僵尸好也好 肯定都是强的 你选大师和周太的话 那只能说过牌 过牌和别人刚正面 没防御 但是你选孙杰和周 孙杰和周太的话 就只能 向别人的防御 你自己并没什么进攻 一旦碰上卫言 碰上卫言 碰上卫言和关羽在这里 打不过 但是孙杰 孙杰和周太就不一样 第一 英魂鞋把你 都要自己英姿妥妥的过牌 很容易摸装备 整装备的能力 在提高自己攻击的同时 也在降低别人的防御 只削鼻掌 嗯 然后我们 这里的话 咱们 就把夏末海 嘴边大嘴右 都乱弹 瞧 也是很 之所以说是很 而且前面 想法很简单 去去弹电话 我希望能够弹死 结果被弹死 出了个大嘴 四两发 这其二位 其二位 也在跳群 要不然你 没必要去冰小强 你冰小强 你说你冰小强有什么意义啊 你也不至于丑无 我这年头只听说丑无 也没听说丑无 难道说本身是一个不怕大嘴的武将 然后 然后 我 想想和大师一出 等会儿 也得倒无了 我搅远 你吃了 鱿翠 我把周瑜 看来还是喜欢 喜欢 知识 搞豁了 怎么不管他们大罢 大嘴里 也归就归吧 鱿翠 鱿翠 没避 那有坨子的情况下最好不 坨子也是好黑啊 最近可能温度比较高 本来是一个 谁没想象 立马立马才会 变得老辣 破裸一 顺手牵羊 一代老还有吗 最好拿个什么铁手之类的 一顿子 你干了 你反了一点 你还真敢去 去搞理点 你还真敢 真敢去搞小强 原来张子这有逃 有逃也不要这么闹 死了 怎么就这样了 然后 你一点竟然把大师 也论了 那就不客气了 不要上 嗯 咳咳 咳咳 就写两码弹开了工资 开了工资之后 再决定了 没有 打的肯定已经是群雄的局了 前面吴国雄 后面群雄雄 大师大师立马 反正其实我个人不太不太喜欢群雄的所谓的铁桶阵 我不太喜欢拖子 也不喜欢口龙 口龙独占 这家鱼锦 我并不喜欢这类型的武将 不能说他们弱吧 只能说把打团的时候 防御确实很高 有时候 好像总唱那么一口气 通过为首的防御拖持久战 把别人打垮的 这是 我觉得 有时候输出跟不上的话 一旦出现劣势 很难很难 这个是最大的弱点 然后怎么去顺着拖子的寒冰键 然后直接去砍神车 把他距离 接一码接一码全部下了 我没必要去离间了 三打一随便随便打 嗯 离间就没必要 离间送一张牌给他 没什么必要 虽然说你也吕布 不要打那么急啊 咱们三个人打 你稳一点打 所以你怎么猥琐都不为过 而且 而且这个 这种猥琐 我讲的 等一下不太好听 就是一种 长期养 养成的习惯 所带来的连锁效应 你平时喜欢那 那习惯了 你 你到那种 一招定胜负的 别人能够胜 胜天半子的 你可能就是 你太糊涂 别人 别人都说靠靠自 我真的只能靠自己才是强者 所以这一点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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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做什么事 也是一样的 你 一样成了良好的习惯 这种 对于 对于 你的 不管是个人也好 还是 无论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学习也好 都是 帮助的 因为 好的习惯 确实能够让你 老师嘛 这里 什么的 把你的 万键赶给我们 你 你 你 就是 啊 死马也是狠了 自己不流牌 你给我们用 我们也用不了 给那么多干嘛 我们这个乐 除非有张家 否则的话 咱们 这 无压恋 给 我们 先挂 先挂 简 简易码和连弩 再开旺间 免得 死马 等下手盘 把咱们的 把咱们的连弩和简易码 反馈 拿走了 到时候就 就比较 那个了 铁锁 再过个拆枪 一旦了 再开个五中生有吧 开个那门 咱们也不怕 说死马死了 这个时候 该打输出 就打输出了 直接先刷一刀吧 再直接刷 这个铁锁 也不管它浪费 也不浪费了 还需要直接 久刷了 再不久刷 没机会了 因为你最后 一刷的时候 太子之 如果真有闪 他可能就闪了 所以咱们 其实不应该 那么早 去铁锁 先用你鲁锁 砍完之后 再决定 再决定 要不要 要不一定提出 然后我们去砍一二位 赶紧把他人头给 每个人平均砍 然后再砍 我们也不倦火杀 再来一个火杀 直接去杀二位 但是僵尸笨 这个也有点难打 没什么可那个的 然后 连鲁锁王就扔了 这个叫第一原则 然后司马 不要挂闪链 挂闪链你控不了 那瞬间给你一巴 那一巴的话 就没招了 那不是说 开个五股 直接 为什么会 司马又被曝光了 连连连空都空不了 那司马就 你也对自己 也说交代 然后 我们 把雌星酸虎剑拿了呗 那雌星酸虎剑拿了 你等会儿还能够 批不了 因为 孙剑 孙策 孙策的 技能是属于回合开始 司马的牌都没了 立马给你八光 行 最后 其实说不应该挂闪链 二打一二打一 孙策 又准几家 准几家 完全完全不需那个 完全不需 不需一只僵尸笨 最后一盘吧 大盗一只毛 这个是马腾 马腾和双头 这马腾和双头 肯定不能打前线 你上来就亮 那基本上是没收音 被别人吊打 不是你吊打别人 这种组合就是 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时间 把握的最好的时间 是简陋 或者说在关键时候 对着某一个人输出 而且是这种定点输出的 对于那种需要 需要急切地打破突破口的这种武将就属于尖刀型武将 你不指望 不指望他能够能够有 就说整个像这种场面 你不要指望着连连和马腾可以一波苗场做不到 这马老板 马老板的作用怎么就不说呢 这群雄最大的出推 报纸不放 一旦有马老板 发三张牌 每个人拿三张牌 十几张牌 启动的话 启动资金 和别人就不一样了 怎么这里 每个人都有个 这么 这么小小的目标 在这里 怎么 我们有点过呢 哦 整体 把他放附近 那基本上没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可以 让别人 让别人 值得 值得畏惧的 没有威胁力 中将战 这个时候 曹操那个南蛮 看他敢不敢开呢 不过我估计曹操也会开 要不靠 要不靠 只望着你们 只望着说 登岸和增计还能够 做购物 似乎不太现实 我们也没选择 在卖鞋 不叫卖鞋 怎么没选择在流盘呢 你把他杀出去了 杀出去了的话 如果你想 觉得这个时候 需要 需要 找那个的时候 找输出的时候 你就 卖里血流盘 然后 华云云敢开他们 肯定是有树无恐 有庞同 夏侯顿 结果就怕 我把华云云还真 把华云云刚 刚裂了 刚裂去 裂盘去了 风险比较高 这个华云云 肯定是 肯定是 肯定是自己家的 自己家的 就是这个状态 不可能有别的状态 这么多 LOE的话 其实说都卫国不好 也有国务系还行 这 比较勒布斯所 这个就 比较艰难了 然后 孙杰和大使 然后 把决斗人了 我都觉得 可以把杀人了 卫国 卫国 你看有他们 没讨论 就 那你还挪 卫国直接打崩盘了 怎么 孙杰还真敢 只能说 这孙杰真敢 给别人打无线 你量 保证给你打无线 你不量 我坚决不给你打无线 哪怕打不赢 就打不赢 给他打无线 你把它给乐住 你们两个无可以联动 所以说吕蒙就坑了 那有时候坑他 他也 指不定能 有所发挥 然后 咱们把吕蒙也准备 弄了 直接拿连弩开始凸了 咱们这么多杀 不省 也不省了 有了 砍一刀吧 剩下的话 咱们也不 也不去 也不去 所以说找他决斗砸脚了 干年啊 这事 什么兵 不不找 杀了 反正也 不进去 兵出得了 然后我们这回合 只需要摸 摸 杀 摸 摸 去摸 摸到杀 这个叫薄命 有时举的话 可能是我 跟个人习惯有关系吧 如果是我 我是不会判双杀的 我直接摸两张牌 因为你摸两张牌 只要你摸到一张杀 你就赢了 你这可 赌博士 你等一下再判 判 再判个黑 那你 吃一点输出 判个黑 判个其他 当然黑的话 一般杀剧多 这家黑色紧张 就看看自己的选择吧 他刷刷也行 然后咱们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晚安